你是唱戏的吗 我要杀头了 唱了你就是送送我 清朝末年 孟是家族因知识明正 满门被摄政王所展 唯有小儿子孟二魁 侥幸凭借惊鸿一洒 被明镇京城的五生明爵所救 而这五生明爵便是余圣英 此人不仅武功超群 戏意还极为过人 仅凭一场京剧 便被摄政王赐下五生泰斗之名 并亲自提笔赠扁 至此以后 余圣英名声更甚 慕名前来之人不尽其数 只为目睹其卓越风采 可就在两位徒弟一龙二魁 将五生泰斗惊扁世人时 门外却惊现一位不速之客 王爷这块扁 是赐给真正大五生的 上面可没写余老板的名字 这位老板 树余谋眼拙 在下岳江天 在上海的单柜大舞台挂 岳江天虽为南派五生巧楚 但此人却心高气傲 认为自己生在南边 没机会为皇家献业 质疑这块经典实不明归 当下便欲挑战于盛英 岳老板 你可是科班出生啊 应该知道这五生比武可不是儿戏啊 输了就得绝枪认输 永不登台 这饭碗可就砸了 如果我岳江天数 甘愿绝枪永不登台 话虽如此 但于盛英不愿破坏南北五生情谊 当即婉言推辞 其料岳江天咄咄逼人 放言于盛英不敢比武 台上师弟健壮 气得将铜锤抛制而出 可正因这冲动之举 致使岳江天有理可占 话已至此 于盛英别无选择 唯有与其决一胜负 只见他将怀表放之后 指点朱砂 在眉间涂上一抹红印 以此代表五生装容 南北五生决斗一触即发 两人皆手持长枪 招式灵力至极 数百招难分伯众 但于盛英枪法明显更甚一筹 一记直枪 便将月将天逼落台下 随后凌空一跃 两人再次挥枪对招 可短暂交锋过后 月将天杀意渐渐变重 杀其太重 男称盖世英雄 胜者亡败者靠 看枪 然而就在两人敖战之际 徒弟观一龙却耍起心思 口含凉水朝月将天喷了上去 可就是这短暂变故 让战尽上风的于盛英星辰大乱 为保徒弟免受伤害 于盛英果断出枪相救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月将天以持枪指抵气搏狗 月老板 归你了 徐老板 按照武生行的规矩 你得撥枪认输 从此退出江湖 面对月将天多多相逼 于盛英虽心有不甘 还是屡行诺言自撥枪头 而那块武生太斗金额 自然也归月将天所有 从此于盛英退出江湖 带着一龙二魁隐居山林 转眼十五年已过 一龙二魁已长大成人 并深得于盛英真传 然而今日是两人出师之日 可也亦是师徒分别之时 下山去吧 师父 我们还要照顾你们 我们不走 不要你们照顾 你们下山去 陈林 陈君 把我鱼派武生 发阳光大 不要付了我 一身一意的教导 临别之际 于盛英嘱咐三件事 不可练下三万功夫 不可与花旦油然 不可再与武生比武 起了师父临别嘱咐 两人完全没放心上 下山后便直奔上海 玉爪月将天到昔日 夺鞭之仇 上海三位大舞台 武生太早 月家 师哥 我看到了 晚三点 对你带来 哪来的乡下人 快闪开 哪来的乡下人 快闪开 两位兄弟 从哪来 北京 俩这要做什么 夺那块鞭 放屁 就凭你们俩 走 等一下 好男不跟女斗 回去跟你师父说 照十五年前一样 来来来 靠近点 靠近点 照一张 眼前这酷似无尊和寒庚的男子 正是武生太斗于圣鹰之土 两人此次下山 只为报昔日月将天夺鞭之仇 可当席木兰将消息带回时 月将天却毫不在意 因近年灯能挑战者太多 他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而月将天虽年过半百 却缠花旦徒弟木兰许久 一心只想早日取气过门 喜料此次武生比武 却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 单柜舞台坐无虚席 就连魔术界的卢局长 也想目睹下武生风采 此话一出 洋人记者顿时哑口无言 而此刻单柜舞台上 习木兰以刀马蛋形象示人 随后凌空一跃 跳至高台戏骨旁 欲为师父击鼓助威 随着阵阵鼓声响起 月将天以霸王扮相率先登场 一龙二魁则是韩信和武松扮相 我们来了 来得好 话音刚落 武生大战一触即发 月将天霸王枪指刺横踢 却都被一龙二魁所挡 别看月将天字大 但枪法却不讲当年 近年踢管者不尽其数 都败在骑枪下撅枪认输 本以为两人也是跳完小丑 齐廖一番娇爽后 才发现两人不可想去 此刻想后悔却已来不及 面对两人联手齐功 他虽可与之周旋一二 可随着时间推移 弱点便也逐渐暴露 稍有不慎 便被一龙以直枪将长柄挑飞 定睛一看 月将天已然气喘如牛 他毕竟已严禁半百 体力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缠斗 可他不甘心 举枪再次发起进攻 起料这次竟连长靴都被挡过 此刻月将天伴向进行 而他狼狈不堪的模样 顿时使得台下虚膝不移 继继继继继继继声响起 三人再次发起进攻 孟二魁翻身一跃 于半空将月将天头盔击落 观一龙则趁机将其半靠在地 月将天狼被躲闪 眼见师父即将败本 习木兰跳下高台 试图劝解三人停手 别打了 我们输了 习木兰深知败局已定 想为师父留点尊严 可月将天不愿就此认输 当即还欲提香上前 起料却被一龙二魁踹翻在地 看着眼前徒弟苦苦哀求 直至此刻 月将天才终于认清局势 我输了 可当月将天正欲离开时 却被兄弟二人锁门 昔日师父绝枪一幕 兄弟二人时刻未忘 如今便欲将驱入悉数奉还 按规矩 月老本得 绝枪 绝枪 眼见台下绝枪声不绝于二 无奈之下 月将天只能挥枪震碎枪头 可风光一声的月将天 岂能忍受这份屈辱 在深情看了习木兰一眼后 毅然决然举枪含恨自己 想想起初爱乐动作 啊